你好,想弄点啥? 老板,我这里有一点铜钱,要不要? 铜钱?什么样的铜钱?我看看 走了 还不少呢 哪来的? 这是从邻居里头买的 从你邻居家买的 你俩子 这全部都是孙子 上次看你的视频 听你讲的是原证的之前 但是 我上他家调了他家 基本上不是很多 调的全部都是孙子的 原证一个都没有 那孙子也可以啊,孙子也行啊 这总共是10个是吧? 嗯 调的不少啊,你这 多少钱一个给买回来的? 5万斤 多少? 5万一个 5万钱一个买回来的? 对啊 你这厉害啊 5万钱一个你就都买回来 都是街坊邻居的 是不是? 台都不见,底都见的 好说话 你这样 你这是想卖给我是吧 想出手 是吧 看您视频过来的 全部都卖了吗? 对啊 看我视频过来的 粉丝 哈哈哈哈 不过你这也怪黑啊 大黑啊 你这5万一个给他弄过来 你5万一个买 买乾隆差不多 你这一压买的 全部都是孙子 他肯定他钱很多啊 是 是不是? 嗯 回头你把他其他的也弄过来 对不对 这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啊 这品相反正都不是太好 都不是太好 我给你按80块钱一个 给你买过来 80 对 行不行 嗯 能不能见我娘搞点来 你说一说 这是你说 你这看我视频 这都是 算是朋友了 是吧 我给你出的价格不低了 这价格可以了 对不对 是不是 价格已经不低了 再说你5万一个买过来的 我一个给你80 你一个你赚75 你还还减少吗 还不太多 我也是不太多 我跟你说 你邻居啊 你像你这你 你卖了钱之后 你得回去你得给他买点 买点东西 你不然的话 这太磕了 好歹是你邻居啊 你5万钱给他弄过来 你卖80 可以啊 回去再给点点铃 上他牙再调教 回头再一个给他拖点钱 再买点 行行行 那我就直接给你 给你拿了啊 拿钱了啊 走啊 安法师了 好吧 那行 那咱们说好了啊 那我就留着了 走啊 嗯